好,这堂课我们把上堂课留的一个思考题 咱们在这稍微做一下 我记得让大家回去思考思考 就是说这个题 这是一个均匀带电的半个球面 然后看直径面上电场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方向 这里边实际上如果你看的话 这球是半球的话 它是因为如果穿过球心的 然后垂直于大圆面的轴作为一个对称轴的话 那么你这个电场任何一点的电场 我们考察的不是大圆面上电场吗 它应该你可以用三个方向来标记 其中一个你比如说这是从侧面看的 对吧 侧面看的话一个是垂直于这个碗面的 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样的 这个从上面看的话 这个从上面看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 因为这个 比如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东西 对吧 实际上从上面看是这样 那么现在一个问题 我现在问 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 这个分量 或者是你在这里边的这个分量 明白这是什么 这个分量或者是在这个分量 根据对称性 我们可以怎么样 好像这个分量可能不会存在或者什么 那么我们善唐哥讲了 假如说你根据对称性能把一个分量去掉的话 其中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假设我们取一个 因为这个碗它是电荷是半个球面上均匀分布的 所以说它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轴向对称性是没问题 同意吗 就关于这个中心这个轴 这个电荷分布是对称的 同意吗 那么电厂也得具有这个轴向对称性 同意吧 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 假如说我现在选择一个 我为了看刚才我说的这个分量和这个分量是不是存在的话 我们通常选一个比如说镜向对称性 对不对 那镜向对称性 这个镜 镜面 我可以选在什么位置啊 我可以选在这啊 我可以选在 这个作为镜面 明白这是吧 那这部分和这部分当然是 因为这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部分对于这个镜向是不变的 是不是 具有镜向对称性 同样的 同样的 我这个镜向呢 我也可以取在这个位置 看得清吗这个 这个 取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半和这一半也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个镜面来说它也是镜向对称 对不对 现在我问大家一下 我为了想知道这个 这个就这个啊 这个使量分量或者是这个使量分量 你选择这个镜面呢还是这个镜面呢 选择这个镜面的同学举一下手 这个镜面 这个镜面 选这个镜面的同学 也有少数同学举手 选这个镜面这么多同学举手 相信你们知道了 就很简单的 因为这个镜向对称的话 这个使量的镜向就是反过来方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既这样又这样 所以等于零 没有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因为镜向对称性而不能存在 这一点呢和上唐个我们又一个问题 给大家问了 一个无限长的一个一个长的直线上 带了一个比如说带均匀的电荷 电荷线密度分布 比如说是拉木达的话 这无限长的是不是 那随便这个位置上 这个样的分量的电场能存在吗 和刚才的这个问题一不一样 一样的是不是 完全一样的 那么刚才我问说 选择这个镜面行不行呢 选择这个镜面也可以的 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选择这个镜面的话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样的 是不是 可是反过来 它应该是轴对称的 明白这是什么 所以你转过来 转过来 它又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 根据轴对称 它应该是这样 根据镜向对称 它是应该这样 两个对称性都要满足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方向相反在同一个地点 所以你要想这两个对称性都想满足的话 只能是这两个灯已经就完了 是不是 你也可以另一种方法 比如说叠加院里不用说 也可以比如说 在这根据轴对称性 如果是这个分量存在的话 那你就 这个分量是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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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转一圈了 根据轴对称性 对不对 同意吗 就是说 假如这个分量存在的话 根据轴对称性 它就应该转一圈 对不对 绕着这一圈 转一圈积分的话 换路定理就不能满足了 也不行 所以根据对称性 这些东西很容易都可以得到 下面一个就是这个分量 看到没有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像在这里面的话 是这个分量 就是这个分量 或者是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怎么给它 这个分量会存在吗 存在或者不存在 存在的同学有认为存在同学吗 这个你们都 你说为什么存在 因为我感觉从这个方向来 它因为不在圆形 所以它可能有 比如说它不是完全对称的 在沿着这个镜像 沿着这个镜像 因为不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有可能存在 可能存在 好清楚 它是可能存在的 对吧 就是说根据对称性 它并不违反对称性 你比如说轴对称的话 你转一圈 它跑掉了还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根据镜像的话 它这个方向又跑掉了 这个方向 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根据纯粹的对称性把它去掉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根据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它 就有个对称性 对吧 有个东西合在一起 假如说上堂跟我们讲 一个圆球里面 均匀电荷分布的话 电场是等于0的 所以你拿一个另一个碗 扣在上面 扣在上面的话 里边电场得等于0 是不是 怎么才能等于0呢 有这种分量是不能等于0的 因为你有这个分量的 扣上来的东西 它也是这个分量 加起来是不能等于0的 除非它等于0 是不是 可是这个 那这个没有了 这个分量没有了 剩下就这个分量了 那个分量可以不矛盾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 你一个碗是这个方向 另一个碗是这个方向 两个可以抵消 根据对称性 我也没办法把它去掉 再说了 这里边的电场只有三个分量 如果两个分量已经没有了 剩下一个分量再没有的话 它就等于0 这不可能 因为这个是一个带电体 一个均匀带电体周围的一个点 是不是 而且那里边没有其他的1号电荷 所以这件事情就 我们就清楚了 就是你再进一步分析 一个球里面的电厂就知道了 好 那这部分 我们思考题的部分 我们先在这里面做一下 我做这个的目的 就是说我想看一看 我们上班课留的这个 我们希望是上课我们讲的 要求大家回去思考的东西 一定要自己做 好 好